兄弟们 你说我追兄弟女儿这么长时间了 不太好拿下 昨天晚上我看她发朋友圈 说想吃炸鸡 今天我就给她买了一份 我看能不能给她拿下 哎 副事长 干活呢 昨晚看你半夜发朋友圈 早了 失眠了 残醉残的还想我想的 你一天没个正经的事啊 我追你不是最正经的事吗 你一天 哎 副事长 副事长 那个 我又买炸鸡了 一会儿你不忙的时候 你继续去老乡啊 行 知道啦 走了 哎 副事长 那个炸鸡吃没有啊 味道咋样 这柜台哪有啊 不是不对啊 我明明放这了 怎么可能没有呢 你想等我玩你就说 我特意刚才去买的 不可能啊 我 你俩干啥呀 要擦有柜台呀 这翻啥找啥的 我那个刚才我放这炸鸡 没了呢 啥炸鸡 好像有一个 跑腿小哥跟他取走了 哎 副事长 我现在就给你追啊 哎 你都不吃着能咋的呀 没事我肯定让你吃着 没事没事 哎 副事长 让我追回来了 哎 完了 这脚有点蠢的 没啥大事 不是一个炸鸡吃不吃能咋的 非得去取 能不能省省心啊 不是 我不垫你吃炸鸡吗 然后我就着急了 那现在还能站起来吗 没事没事 我缓一会就好了 你不用扶 没事 不用扶啊 不用没事 我自己能走 不关键说着我说 哎 搂着行啊 哎 搂着脚好点 哎 哎 副事长 要是每天都能夸着你就好了 你是不是腿不疼啊 你夸着我没有那么疼 爸 那个 刚才我那个 崴脚了 完了 让你闺女 闺女掺着我点 那个 等我一会儿 副事长 哎 副事长 你爸刚才说发现他在一起了 谁跟你在一起了 哎 你腿不疼了 刚才我爸看你的时候 你不都挺坏的吗 哎 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突然又疼了呢 哎 副事长 你再搂我一下呗 哦看我不要 开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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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